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汪哥书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小伙可以用器官许愿的国产奇异电影 故事贩卖机至官能许愿 刘定一七岁那年发现自己可以用器官许愿 每实现一个愿望,器官就会消失一个 不过用不了多久,器官就会复原 刘定一为人胆小,也没有野心 所以他的超能力并没有用在歪门鞋道上 甚至有时候还会暴打不平 比如惩罚一下超市的小偷什么的 而刘定一唯一的愿望就是让青梅竹马的杨小杨 爱上他 但超能力这招对杨小杨没用 刘定一决定在杨小杨25岁生日那天跟他表白 因为小时候刘定一用官能许愿送了杨小杨一个生日礼物 杨小杨许诺自己长到25岁时就嫁给他 可是真到了杨小杨生日那天 刘定一却没敢开口 而杨小杨在出门赴约时还遇见了车祸一命呜呼 为了救杨小杨,刘定一许下愿望让时光倒流 还提前弄到了杨小杨车祸的脚手架 代价是他的舌头消失了 可是没想到杨小杨躲过一截还有一截 第二次杨小杨成功避开了脚手架 却被路上窜出了一条小狗害死 刘定一再次发动官能许愿 并推倒了杨小杨的电动车 这次他的眼睛看不见了 他让杨小杨的表妹扶着他去到杨小杨家 可是就在他制止杨小杨出门时 杨小杨挣扎着打碎了鱼缸 而杨小杨推开他时 因为惯性倒在了破碎的玻璃上 就这样杨小杨又死了 刘定一赶紧发动官能许愿 让时间倒流 这次刘定一什么也没少 但是内脏却出了问题 他决定抓住最后的机会 跟杨小杨表白 终于他向杨小杨深情地告白了 说出喜欢那句话后 他就没有了遗憾 杨小杨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说自己有事要出门一趟 并说自己很快就回来 随后杨小杨却付了一个男人的约 刘定一看着自己爱的人身边有了依靠 放心地转身离开了 之后他的身体支撑不住地倒在了地上 而他不知道的是 杨小杨去赴约是为了拒绝那个男人 因为他也一直喜欢着刘定一 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在等他的表白 等刘定一醒过来时 杨小杨正守在他的身旁 最终刘定一获得了幸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爱就要大胆开口 切莫等到失去再来后悔 毕竟我们没有像刘定一一样 拥有能让时间倒流的能力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